郭先生, 習近平, 美審的事實 《計劃營業社員》 《市場地址調查》 《作為人的案件》 《公民進行來世郭, 疫情人員》 《地址調查》 《調查》好像是一種rotation 事實上你如果注意一下所有的地震的發佈 很多時候最重要的一個發佈單位是美國地質調查所 所以會了解到他們為什麼從美國地質調查所發佈 一個世界譬如說海嘯 東南亞海嘯還說是日本這個海嘯 很多資料資訊地質的大數都是地質調查 所以你會看到說在美國地質調查所要 很多事不是單單做事實的調查 事實上對整個世界裡面發生的地質事件 都有相當程度的生意者研究 跟差不多可以說是同步去發生哪些火山爆發 那些事情都是屬於所謂地質調的範圍之類的事情 這裡有一個原始標本非常有趣的 這個原始標本的年紀講出來也是嚇死大家 這個跟地球的年紀完全一樣 45億左右的一個年紀 那它是哪裡來的 就是那個時候 20多年前的一塊隕石打到很大 上大一塊隕石打到阿正經一個地方 然後當地科學家拿來檢視一下 覺得這個隕石帶來的信息非常有意思 所以這邊是過去一、二十年來的 我認為這塊隕石的發表文章 是有好幾十篇、三百篇的文章 那講到這裡是為什麼我要這個隕石的標本 也是通過一種所謂的國際合作 得到這個標本 過原來講是野外地質學家 所以拿到標本回來之後呢 通常來講就是磨個撥片 去看看裡面的光學 人框為光學的信息是什麼 再進一步做簡單的地球化學分析 這是我的能力所在 那進一步來講呢 對於這個細的東西 你沒辦法 一定要接觸於所謂的 現在最厲害的工具 電子顯微鏡 特別是分析性的電子顯微鏡 所以在國內過去十多年來 都跟中央研究院 跟中山大學 跟東華大學 幾位老師的一起來合作 研究一些世界過地的 坐山帶裡面的高溫高壓的礦物 跟延食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所以引起也國外的有興趣 所以就 偶然之下跟他們有所謂的 所謂的 他就願意寄一個標本給我們 來看看 再探討 進一步探討 這個跟我們的太陽系 形成的過程 一些機制 可能也記錄在這個 雲事裡面 所以這個是合作 層次很小的 陪伴你去上山一起 背著石頭還是糧食的夥伴 然後到實驗室裡面 國國學校裡面 鑽長 到世界區 事實上都基於一個求證 合作精神 台灣這個時候 因為也是非常活躍的 剛剛提到 氣候 洋流 都是在台灣這個詔咒形成的 那 我們伴隨著地震的事情 在台灣來講 除了地表的破裂 人們生命財產受損失之外 就是我們這個地形整個的改觀 山脈的濃起 這個 山崩土石流 災害 所以台灣來講 自然災害是蠻多的 也非常之多 所以 最近也曾 通過了地質法 希望能夠提高警覺 界定地質敏感區 使到減輕 以後可能有地質災害 自然災害的損失程度 甚至避免 也是基於這個 台灣特殊的地鐵環境之間 當然 上回來講 我們就有很多的 因為地形 山的關係 我們就有很多 很大的雨量 我們也要有很好的 所謂的 地質景觀 自然環境公共 這個世界上的汗用 所以這個事情都有兩面 我們就要不 Ferm 我們就有很多 我們先去洗 下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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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